9月26日,贺君祥就此前不当言论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致歉,引起网友热议,贺君祥发文称,为当时所发表未经深思熟虑脱口而出的错误观念向大家道歉,直言自己和太太确实希望孩子有男有女,两个女儿也希望有一个弟弟,如果是一个男孩那当然是最好,但男女肯定本来就是平等的。 最后,贺君祥强调自己很爱太太和两个女儿,现在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是用来陪伴孩子们的成长,也再次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向公众道歉。此前,贺君祥接受采访称如果生三胎的话,要确定是儿子后再生,并称现在怀孕七八周已经能检测到宝宝是男还是女,如果是男孩的话就生,但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可能不会生了。 这番言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男神滤镜都碎了,也能理解他想要儿女双全的心,但如果真的是女儿就不要这也太过分了。 如今,36岁的贺君祥已经成功收获了两个可爱女儿,一家四口很是幸福,如今既然当事人已经出面道歉了,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,对此,你怎么看呢?